第一集 洛飞飞被押往刑场北唐义生夜前入臣王补朝会上 北唐义之告天地 宣布君政一统 自今日起 他就是皇道国之主 北唐义还要宣布大赦天下 太皇太后顾渴了一生 但北唐义还是宣布了此语 太皇太后明确提出了反对 提醒北唐义莫要忘了先皇之子 扎告众臣万邦一族裂呆盖不可恕后扬长离去 以攒潮 太皇太后就找了北唐义 点了洛飞飞之名 下令蛇夫坐得不许放 森冷黑暗的大牢里 洛飞飞正被烤着铁链关押着 唐王前去劝告皇上释放洛飞飞 北唐义正为此事心烦 让德海把唐王给拖了出去 唐王一走德海就劝告北唐义 唐王是惊性至诚 而若飞北唐义那一件 洛飞飞将身陷狂化之下 洛飞飞应该明白北唐义的良苦用心 北唐义点头 唐王来到大牢 释放了所有蛇夫坐的人 可他来晚一步 洛飞飞已被拉往刑场 唐王响起了路上遇见的那辆马车 匆忙赶往宫中 告知北唐义此事 北唐义精的掉落手中书 急纵马赶往刑场 刑场之上 太皇太后宣指一刺死蛇屋心主 眼见就要行刑 陈王大喝刀下留人 前来阻挡 这引起民众不满 他们认为妖女迷惑陈王 纷纷大叫杀了妖女 太皇太后也认为子女不可留 陈王却坚称自己与洛飞飞有没朔之言 且皇上宣布大赦天下 太皇太后态度仍然坚决 陈王高声道要杀洛飞飞就先杀了她 陈王双膝跪地 言辞恳切 洛飞飞是她之妻 夫妻之间必当荣辱一共 就算洛飞飞是舍夫星座 也当生死不离 正直此时 北唐义赶来 奴己的太皇太后正欲借着北唐义的口 推翻陈王的胡言乱语 证明陈王所述乃是假话 不想北唐义竟称自己知晓此事 还作证称订婚当日 她就在现场 太皇太后奔奋然只得作罢 陈王抱走了洛飞飞 陈王府 洛飞飞被安置在榻上 陈王耐心细致地给洛飞飞擦指额头 照顾她 遭苏寻仙调侃 洛飞飞和陈王的大婚将至 北唐义坐在暗戟前 看似待定 实则心不气躁 暗上的纸张上写的都是洛飞飞的名字 德海看出北唐义的心子 拉起皇上的手 示意北唐义去找罢飞飞 北唐义冷眼瞧着德海握她的手 德海赶紧放开 哦 我的皇帝陛下第二季剧情电视猫 谢嫣然深夜拜访陈王府 洛飞飞正直发烧 昏迷不醒 陈王正召集将胡其人为洛飞飞熬制药汤 深夜寒重 陈王提醒谢嫣然回去 谢嫣然却因担心飞飞安危不肯离去 北唐义一身黑衣蒙面前入陈王府 摸到洛飞飞的房间 呆呆看着发烧昏迷的洛飞飞 唐乌来到太皇太后殿中 给太皇太后垂腿按摩 太皇太后享受了唐汪的好意 却突然提议去看北唐义 唐乌赶紧出眼阻止 太皇太后却执意要去 小女孩重重也蒙着面来到洛飞飞房间 正撞上跟她一样打扮的北唐义 北唐义好不尴尬 装作没看见的从后门溜走 重重按道大人争别扭 坐在洛飞飞床边 开始施展艺能救治洛飞飞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